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病症? 以何为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就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心跳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趣,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 道能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不约先天大道。 道者理也,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趣无来,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补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也没有语言和文字,所以我们是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虑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我们也是勉强用道这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幻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中。 道大以为,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中,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地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金万点,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食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最后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坚持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中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天天之天不为天,在后天之口不为口。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灌,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万彻了三十三天万。 万彻了天经万典。 万彻了天法万法。 万彻了天教万教。 万彻了天佛万祖。 万彻了我之一生。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毕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情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彻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道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 道幻穿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自我本人一身之主宰。 约信底,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诗、能懂。 因此,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偏偏大道即是信底真传。 道的宝贵。 并不在于它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它平时。 但我们也时时刻可离不开它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自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阴泛夫狗族。 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与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争无间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身的道。 我们有学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可要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之世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本字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有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属在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智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天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天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理无身,此身败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仍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也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可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在眼能视,在耳能听,在口能言,在鼻能闻相丑。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此极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情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静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提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命,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在这有情有相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给相貌的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力直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地在坏死间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情有相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不居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但解我大精深。 七,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首先,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教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且条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自门无法开启,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因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路。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使人生更有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此的保障。 百年之后,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千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 千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金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全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极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超金月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他是诸诸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此提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千天大道也。 此能及世人人人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几元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一。 离苦的乐人生在世。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分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道回我们奔走至真志前至美剧族人们。 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玉堂人情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志前,自然不会受周遭本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和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及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并且飘搖自在。 二。 若比南自有人类文明已得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内核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弥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挑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兆成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散造了天灾人火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浩洁。 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史。 一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灾毕结。 逢凶化吉。 此事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跳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乡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并痛死亡的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就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就成空。 幽宿妙茫。 更不禁令人欺负暂广。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操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不待天修后的。 因此故人为求操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降的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普传。 先造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毅止。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父与超生了死的宝藏。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放念。 让我们的心念眼与行回。 无论在人处世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 圣圣城前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城前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精净不屑。 得灾事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天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遍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天天大道的尊治贵至宝也。 天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积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天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质变聪上的。 非是在佛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街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非是自己的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极意。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会。 此智此慧是我本来不有的。 由天天带来的。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帝人。 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似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级是天天带来的天知天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也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汗星都万绪。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 则阴阳爱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底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陪。 则现象丛生。 山峰壁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停。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人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智即宜。 摄着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觉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已。 不曰如来佛如智佛也。 此内的天天大道修天天大道之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 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洁的大道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德根基身后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亦得到以后。 愿意明替病是建造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 二。 得到以后。 愿意能力所及。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德道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 三道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切禄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资论我们求道实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请不吝点赞。